前阵子讨论杜报表的Netflix实境综艺节目单升级的 相信不少人就算没看过也一定知道其中人气 原宋志亚吧 虽然宋志亚近日被爆出穿假货争 点这里 不过他参与综艺认识的哥哥预告先前 公开 同期嘉宾还有rapper李勇之级演员强议员江亦 从预告开头就笑料不断外 撩南京剧连发的宋 亚更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之一 这也将成为他爆出争议后首个登上的电视节目 Photo from Knowing Bro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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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预告中可以发现认识的哥哥 这次的主题被设定于疫情人被困在什么岛上 与单身及地狱 规则相同 就是必须配对成功 才可以得到前往 躺倒的旅游卷 脱离单身地狱 没有逃离的泽德 受相对应的处罚 而从预告开头就可以听见宋 雅的撩南京剧 亲爱的 我今天怎么样 我的美貌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啊等 让人听了超新动态 相信正片中肯定不止这几句 Photo from Knowing Bro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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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个性超活泼 说话又机智的李勇之则是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料 在看见认识的哥哥成员敏耕勋前来时净托而出 你怎么穿这样 敏耕勋也不甘示弱回到 这神搞什么 机智的对话内容笑翻一片观众外 甚连金西撤上前询问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时都被勇之残忍拒绝 害得我们吸大整个超失落XDD Photo from Knowing Bro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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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来开场就被徐章勋丹西下跪追求的强议员江亦 在预告中后段却突然被敏耕勋表白并说道 可当朋友 害强议员将议院整个脸超红 李勇之责庞搭腔道 可以当朋友 也可以变女朋友 完全是春电影RXDDD 而原本应该控制场面的阴间使者神 却悠闲的在一旁堂椅上默默看着爱情战争发 甚至还问了一句 吵完了吗 而笑翻众人 就可想 现场情况有多荒谬 连主持多年的神童都懒得 XD Photo from Knowing Bro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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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遇到中后段时 宋志雅更语出惊人问金西道 请问你是女人吗 让西大瞬间傻眼 你问那么干吗 而笑翻所有人 但在结尾时可以看见大家 忽都选择了徐章勋最为伴侣 其他人甚至被徐虚无情嘲笑 那些由于XD不好看的意思 在这剪部里还乱的混乱爱情线中 到底谁能顺利前往天岛呢 好奇的各位可要记得在1月22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